每年入冬到腊月间 在四川乐山 峨眉山市隋山镇 村民们忙着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按照传统 每年的腊月间 隋山镇的村民们 就会聚在一起 制作和售卖冻巴 这也是传承了 几代人的习惯 手工冻巴的制作 在隋山镇已经传承了多年 村民们采用当地优质大米 为主要原料 经浸泡 磨浆 乳缸发酵 用若液包裹 上蒸笼蒸等传统工艺后 制作出的洞巴色泽纯正 入口味糯滋润 清香爽滑